新闻介绍中期的投赛来冠军官的三区 要来看就是冠军169山是阿里山特邦山主要联网的道路 就是在11月23号的报处是最重要的热酒探红 这是应该道路中端 因为这个地方只在在四周一个碎道的钢顶 大量的热酒也从这个钢顶来打断去 冠军官就像中间冠军169山是特邦主要的联网道路 希望在过年尽情能够来秋通 方便产品高通静止 回去处来过年 阿里山区每天村主要联网道路 管道169山28公里处 在过23号的报处一点发行严重 就叫坦荣道路中端 因为当时现场在四周边随着钢顶 部分九头车点换到四周的领团 可可在港南顺索得理 没有造成的胸膜 已经过半个月不曾道路也没秋通 冠军官就信中七何柴的媒体这种现场 关心得了秋通的状况 草壁都崩落 大面积都崩落 所以说这个灾害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政府要继续在处理 希望能够我们政府希望能够 盼望能够在一个月里面能够闪通 尤其在过年延档以前能够闪通 来真的解决我们地方上的困难 老百姓很盼望 冠军官就信中表示 因为冠军一六九三十八串 最后的任何堂楼 现在记得过年只存一九个月 希望秋通工程加快 让地方民众交通方便 安心等一处来过年 深深苦教皇 阿里山兄 蔡凤博德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